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有这么一段爱情 以诗歌结缘 以情书闻名 这段爱情的主人公就是这二位 朱生豪和宋清儒 有人说啊 朱生豪一生只做了两件事 说情话和翻译莎士比亚 朱生豪说的情话 可以说是鼎鼎有名 那么这位出生在浙江嘉兴的情诗王子 究竟是怎样表达思念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读一读这本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由朱上刚所著的《诗旅杀魂》 我的父母朱生豪 宋清儒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的儿子朱上刚 是如何回忆父母爱情的 1943年的春节 母亲回了一次娘家 在长熟住了二十多天 这是他们婚后最长 也是最后一次离别 外祖母看女儿回来一次不容易 自然希望她多住几天 也许连日的风雨 也阻挡了她的归期 父亲一个人在家等母亲回来 真是度日如年 春节过去半个来月了 母亲还没有回来 父亲只好展开笔纸 来向母亲表达思念之情 那天下着雨 后院里有一株杏梅树 还开着花 一片片花瓣被雨打落下来 父亲就像林黛玉藏花那样 把花瓣一片片捡起来 居在手里呵护着 捡几片花瓣 就在纸上写一段 思念母亲的话 您能想象得到 这是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 思念妻子所做的事情吗 这似乎更像是一个 十几岁的懵懂少年 对爱慕者的相思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他到底都写了些什么 亲爱的朋友 心头像刀割一样痛苦 十八天了 他还没有回来 我知道 我不太配接受 他的伟大而又纯真的爱 因此所享受的每一份幸福 必须付出十倍于此的痛苦做代价 因此 我便忍受着这样的酷刑 他是个太善良的人 他对谁都那么顾虚体贴 他也是个太老实的人 他说的话都没有半点虚伪 他不会有意虐待我 不会对我失信 可是 他是个孝顺不过的女儿 在他母亲强有力的意志下 我的脆弱的感情只好置之不顾了 我能怨他吗 不 我因此而更爱他 过了一阵子 他又拿起笔写了起来 明天大概不会下雨了 立本上说是好日子 你没有理由再不回来 要是你再不回来 那我必须在盼望你的焦虑上 对你的平安忧虑了 最亲爱的人 赶快回来吧 大慈大悲的岳母大人 请你体恤体恤个 在热恋中的孩子的心 不要留着他不放吧 他多住三天两天 在你是不知不觉中 很快过去了 可是他迟回来一天 这一天对我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啊 朱生豪清晨醒来 又写了一段 昨夜一夜都在听着雨声中度过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中做梦 那境界是如何不同 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 那也是何等有味 可是这雨好像永远过不完似的 一滴一滴掉在我的灵魂上 天边的黑暗绝望侵蚀着我 我做着噩梦 读到这里 给我们的感觉 朱生豪就像个撒娇的孩子一样 一面埋怨着妻子的婉归 甚至要和岳母争宠 一面又给妻子安排着合理的理由 确实是挺可爱的 那么第二天 他等到了他的清儒吗 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 第二天仍然下雨 父亲还是怀着一线希望去汽车站等了半天 失望归来以后又继续写道 昨晚听了一夜的雨声 今天起来 眼看着天色如此阴沉 心里充满了难言的哀怨 于是 跑焰的雨又下起来了 下午抱着万一的希望 撑着伞走到烂泥的马路上 到车站去候你 结果 扑了个空 回来简直路都走不动了 眼前只是昏沉沉的一片 今天 他们都吃喜酒去了 剩下我一个人 中饭吃了半碗冷粥 晚饭吃了一碗冷开水淘冷饭 独身生活也过了这么许多年了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凄凉过 第四天 一再失望的朱生豪 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晴天 看着艳阳高照 他满心欢喜 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 以愉快的期待开始 豪鸟的雨声 催我起来 阳光从东方的天空透出 希望能有一个happy ending 结束这十多天的悲哀 抬头望着窗外 我真不忍望那憔悴的梅花 可是 越南的桃柳欣欣欣向荣 白云是那么悠悠地飘着 小鸟的鸣声 依然好像怪寂寞的 要是在这空气里 再有了你的笑语 那么春天真的是复活了 相信我 这许多天来 我不曾对你有丝毫的抱怨 可是 今天你再不来 我可不能原谅你了 那么 那一天 朱生豪是不是接到了 他心心念念的爱人呢 我们再来看 书中是怎么说的 但是 这天下午去汽车站 仍没能接到 宙思夜想的母亲 父亲写道 想不到今天 又是这样过去 我希望明天 还是下雨吧 因为晴天 只是对我的一个嘲笑 第三次 从车站 拖着沉重脚步归来 头疼 腰酸 身上冷得厉害 我的精神 已经在这几天 完全垮了 信 写到这天为止 因为后来 宋清儒回来了 当宋清儒看到这些信 还有书桌上 那堆满代表思念的花瓣时 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再看到朱生豪 因为思念而憔悴 消瘦的脸 从此 宋清儒就再也舍不得 离开他 读完 读完朱生豪和宋清儒 相裂甘纯的爱情故事 不禁让人感怀 仿佛可以穿梭回到 他们所在的年代 那时候车马很慢 那时候书信很远 那时候一生只够爱一人 感谢您和我们一起来读这本 由朱上刚所著的 《诗旅杀魂》 我的父母朱生豪 宋清儒 感谢您的分享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